为什么我一直都在劝大家不要买电车? 因为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,电车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。 当然,我说的不是说不能买,而是说如果你是作为家庭的第一辆车去购买的话, 那我不太推荐第一个就是安全问题。 最近这两年,关于电车起火的消息真的是层出不穷啊。 其实这跟传统燃油车相比,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 因为传统的汽车发生火灾,它至少会给你一个过程。 比如说发动机舱有烟雾了,然后仪表盘会有提示,它会给你反应的时间。 但是电动车就不一样了。 电池包爆炸,它就是一个瞬间的事情,根本就没有办法提前预警。 而且它的爆炸威力更大,燃烧速度更快,造成的伤害也更直接。 第二个问题就是续航里程。 咱们先不说它实际使用过程中打七八折。 甚至更低的这种状态,就单说现在厂家宣传的那个续航数据本身就有水分。 很多车型为了达到国标要求,在测试的时候都开空调,用最省油的模式进行测试。 而且环境温度还要控制在十度以上。 那么到了我们日常使用中,你想怎么开都行。 开着窗,吹着空调,甚至还可以脱个拖鞋。 穿着大棉袄,那就更加不用说了。 所以呢,实际的续航打折率,我认为肯定比官方宣传的要高得多。 第三点就是售后问题。 现在很多品牌的电车,它都没有4S电,或者是维修网点很少。 一旦你的车出问题了,想找个地方修,真的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。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保修政策。 基本上都是三电系统八年或者十二万公里。 其他部分像轮胎、刹车片、灯泡这些易损件都不保。 过了这个年限以后,该换还是得自己掏钱更换。 最后一点就是保值率的问题。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,懂的人都知道。 总之呢,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,目前电车它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 因为它还有很多带完善的地方。 当然,如果预算充足,对以上这些问题都不敏感的朋友,那你尽管放心去买。